不用開記招,不用出新聞稿 現在有個SNS account 無論半夜4點還是早10點 藝人都可以隨時表達自己想講的事 張志恒繼前一日起社交平台 呼籲網民不要罵他的未婚妻和兒子之後 他就連續出了兩篇道歉文 一篇是給前女友之一 April 而另一篇就是給未婚妻文文 Steven 承認自己欺騙了April 浪費了他的青春 明白自己的錯不應該被原諒 說要好真誠地向April 說句對不起 至於給未婚妻文文的這篇 就稍為長些 他說除了因為欺騙他而道歉之外 想澄清他當時為了欺騙其他女生 說未婚妻用小朋友威脅他結婚 其實是完全無關未婚妻事 希望一些失實的指控可以暫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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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